台東縣一直以來 因為沒有夜間照明設備的棒球場 造成一些職棒、乘棒等重要賽事 都沒有意願來到台東舉辦 經過縣政府向體育署爭取補助 以及最近一年來招標及施工等相關作業 台東棒球場照明設備已經完工了 8號晚間正式啟用 3、2、1 台東終於有了具備夜間照明設備的棒球場了 經過縣長黃建廷與議長姚慶林 還有立委廖國棟等人的協助 在這幾年努力的跟中央爭取經費 花了3千多萬改善設備 終於在8號晚間進行啟用 今天晚上這一場 真正是我們台東第一次的 正規的夜間棒球比賽 所以我們特別開心 一直到今天中華職棒裡面 我想說還有很高比例的選手 是來自台東的 所以讓台東的鄉親 沒有辦法在台東看職棒的比賽 這個是一件讓人家覺得很難過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想起來 你做人慘慘的說 後來2千萬塊再打5百 老早我們應該有 但是我們就很堅持 不行 這個寫出來的計畫是要做到這樣 就是要做到這個很難過的 接著開始進行東岸聯盟棒球邀請賽的決賽 縣長也親自下場開球 跑出去成功好球 我們台東縣棒球村第一棒球 台東縣可以說是台灣棒球的故鄉 也是職棒選手的搖籃 黃堅廷從擔任立委時 便開始爭取到中華職棒2006年首度在台東舉辦例行性賽事 擔任縣長之後也落實政見 在台東成立城邦隊 未來更希望隨著夜間照明設備的完工 讓更多的職棒賽事在台東舉行 讓台東培養出去的選手們 也能夠回到家鄉比賽 記載安齊倫 台東市報導